回到非凡抢先报的现场 明天是台指期的结算 不过今天看到指数在尾盘 看来还是有一些压力 指数现在在这个9449点 下跌了268点 跌幅的部分还是有2.76% 刚刚比较明显看到在个股当中 比如说在6153的加联益 加联益尾盘预压 目前重跌比较8.4%的幅度 2368金像电也在尾盘 是回测在平盘的位置 2436的维权店 反倒在这个时候 奋力的白尾而涨幅是在2%的幅度 明天包括像是在指指的结算之外 礼拜四央行的礼监士会议 而台积电也要来做除息的动作 外资纷纷的调节 这一次对于台积电气息的卖压 是比较沉重 那接下来台股要稳定军心的话 台积电势必要直稳 稳得住吗 我们要带您来继续请教的是 胡玉堂分析师 玉堂你好 好 午安 孟平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午安 好 今天的尾盘怎么看待在台积电的变化呢 好 当然其实我们之前也强调 外资的提换压力在这种大型权重股身上的定有 台积电也绝对是如此 好 不过第一个 当然如果我们以目前的位阶跟台积电的一个获利来去做推估的话 其实现在的本益比我觉得是来到算是有点被低估因为当然今年的获利的状况我们很难去评估 不过以去年全年来看赚了13块多今年如果持平甚至是说下半年能够有比较明显的拉破成绩的话 你说维持在13-14块现在本益比大概20倍以过去台积电的一个评价来看算是比较被低估的 当然以位阶来看来到这个年线甚至破了年线之后 因为前几天还在年线附近的防卫上今天是跳空跌破 那刚刚孟哥也谈到礼拜四的除息 我认为或许是不是一个台积电的一个短线的底部转折 因为第一个当然气息的卖压我觉得当然比较重的原因 我觉得也是来自于外资的一个被迫性的调节 但是如果以产业面的一个长线来看 那毕竟台积电在先进制程的技术上还是领先其他的对手 所以一旦整个疫情趋缓甚至经济的一个活动慢慢步入一个轨道之后 其实对台积电来讲我觉得它还是能够维持它的竞争力 所以以目前来看我认为大概明后两天可以去观察 是不是台积电有机会见到波段的一个底部 当然在台积电相关的设备厂我们过去有聊到 有一些外资也是逆势站在买方的 像是鸿海集团旗下的3413的金顶 昨天外资也是逆势加码了900多张 过去这五天大概买超了将近1000多张左右 因为以它的一个今年前二月的营收来看 因为在台积电先进制程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扩增 所以它前二月的营收还是有13.47的一个年增率的成长 我相信在日后来讲有一些比较具有本益比甚至是值利率不错的个股 应该有机会在这个位阶点见到初步的指纹 因为毕竟以大盘来看下面的十年线的位置大概就在9100点附近 以中长期的角度差不多都是一个波段布局 以历史经验来看相对好的一个中长期的买点 只是说在这个地方来讲初步的一些口荒性的卖压 可能在做最后的宣泄阶段 或许这些价值股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投资人多加留意它的一个底界时机 谢谢